都说小红靠跑,大红靠命,娱乐圈竞争激烈,尤其对女明星来说,想火更不容易,有些很幸运的火起来了,但很快就因为花式做此恶评不断,牵手葬送自己的成名事业。 2014年小彩奇登上圈满的舞台,在全国观众面前不间断转圈四个小时,由此被大众记住,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大火机会,又有一妈杨丽萍的栽培和教导,完全可以好好练习舞蹈,有了代表作之后,再转向影视行业成为小偶像。 但是小彩奇成名早,叛逆也早,不想再继续练习舞蹈,转行去演戏。 她不但没有了原本的优势,还不注意自己私下的言行,浓装液抹忘夜店,和陌生男子只只心里一次造恋,并且对自己的身材也疏于管理,清纯形象由内而外地倒塌。 而和小彩奇相比,姚迪才真的是从小有名戏到胡川地形,她和文章主演电视剧《裸婚时代》,在杨氏播出,当时正赶上80后,焦虑结婚的热门社。 绘画题,这部剧《一炮而红》,两个演员也因此颇收观众欢迎。 但姚迪的确可有家庭的文章戏外生情,两人似会是被拍,由此而来的冒名让她的演技视野成断牙式下跌。 虽然姚迪后来被求婚有了自己的家庭,但如今,她再无翻红的可能。 下面这位女明星的走红之路,就颇为坎坷,甚至有点倒霉。 王欧本身长得好看,又有演技,经过伪装者《狼牙宝》这两部作品后,更是受观众喜爱。 但她在和刘凯威拍戏期间,被拍到深夜里刘凯威进了同一酒店房间,两人飞轮满天飞,当时刘凯威杨幂还未离婚,王欧因此背上了小三的骂名。 虽然事后双方解释是为商讨剧本,但深更半夜这个时间实在太不合适,因此,网友都调侃他们看的事业光剧本。 如果说上面三位女演员成名后事业受挫,都和桃色新闻拖不开关系,那号称乖乖女的乔西走红后,完全就是因为情商不足造成的人设奉她。 本来团队好好营销一下可以进入小花行列,但当有人质疑她割了双眼皮时,她直接说观众眼瞎,上节目不好好穿消防服,被批不尊重消防女人时,她便解说,自己只是犯了一个90后,女孩都会发的错误看来侨心,是走梗职人是没走成,成了真傻。 而且明星走红后,团队可能还有一个通病,就是爽大牌,最典型的就是吴锦炎了。 他因演习攻略走红,各种通告满天飞,团队也因此飘了,连我们的央视团队都敢瞧不起,三番五次的改时间改地点,最终被官为点名批评。 有时候观众喜欢的先是你扮演的角色,之后才是你这个真人,不要把角色的好感当成自己的,因此是宠而骄。 毕竟明星说到底也是一份工作,风水轮流转,不要有太多的偶像包袱,它是磨练演技,不膨胀才能走得更强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